現在來買一杯咖啡飲 現在買了一杯咖啡 坐在古老的購物店 飲咖啡飲過下午茶 現在是4時30分 今天我住的城市 即是Missusagat 來多倫多開車30分鐘都不用 是零下三度 但不太冷 因為沒什麼風 今年很奇怪 反而這幾天有很多風雪 特別多 沒辦法 天氣不是可以控制到的 我以前也在Missusagat 做過一年 不過是年輕的時候 Missusagat很漂亮 有山有水 又有海鮮吃 因為是海 吃的海鮮真是新鮮 風景又漂亮 但唯一 那時候我覺得 我不想在那裏住和工作 因為太靚了 和太靜了 那時候年輕 不太喜歡 但如果你是去旅行 或者是 退休人士 那就好好的 Vancouver 或者你有自己一份 很固定 很好的工作 在那裏住 真是不錯的 溫哥華的物價 一切都比這裏多 高的 但我自己 就不太適合 Vancouver 當然 我很久都沒有去過 不敢說 但 在那一年的時間內 我決定 不在Vancouver 回來多倫多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我以前的影片 一定經過這裏 我經常都經過這裏 有時 背起來 就是買杯咖啡 或者Ice Coffee 坐在那裏休息 這裏 這裏 起碼是六七十年了 古老到不得了 很小 但外面的佔地面積 非常非常之大 大到不得了 以那裏的面積來說 這裏的面積很大 但裏面積很小 小到不得了 你看那裏的設計 這裏沒有人行的 生意十室 有七間空了 這裏的食物店很小 只有四間食物店買東西 雖然佈置很多年前 曾經裝修過 但不知 搶一些設計師 我覺得 很古老 好像六十年代的感覺 你這樣覺得嗎 我想一個 機構 他們一定是在下面 有很多大小中型的商場 這裏都不要緊 反正去都不說本了 它主要是有一間美國大型的購物公司 Walmart 另外一邊有一個超級市場 又有一個大約貨 所以固定有很多人來 但是加上這裏有一個巴士總站 所以人流非常多 可惜就像我們香港人說 旺丁不旺財 那些人都是這樣走過的 因為這裏實在是沒有任何的氣氛 或者吸引力 讓你進來後可以立即坐在這裏 不像我這樣 因為我是一些閒人 很多人除了是學生 或是等巴士 或者是買那個菜 買完就走人了 因為這個摩斯特就沒有東西給他買 有的 有的 例如眼鏡 或者那些特別的 矯正你腳型的鞋 非法譜 阻礙服務性的學業 已經給大家看了 這裏正面走出去 那裏就是那個 巴士總站 所以它很忙的人流 上班、學生、附近的居民 是否這些設計很古老 像是60年代 所以沒有什麼人的 所以那些人就是來這裏 清田點水來一來就走了 旺丁不旺財 那我現在已經給大家看看 我為什麼說是旺丁不旺財 經常都不斷有這樣的人來 但是那些人每個都是衝衝 在這裏進去那邊就出的 要不就去停車場 拿回那輛車 駕車走人 要不就直接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要不就去那間美國 那些購物的公司買東西 那就是了 停不了人的 偶然有些人在這裏買一些東西吃 一間那些Canadian Chinese style的餐廳 在Food Court裏面的 那有一間買薄薄的 有一間就是買果汁的 一間就是買那個 濕了 另外一間就是我平時離開 買咖啡的地方 就這麼多的了 但是外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餐廳在這裏 例如我住的 但是要你走出這個窗 但是都是它的窗 不如我都說很大很大 在一個大停車場對面有很多的 餐廳、快餐廳、麥犀哥的快餐廳 早餐廳 還有那個大的藥房 就是你的薄薄 還有這個地方 就是這麼少的 Food Court 是不是很安靜很安靜 就是這裏 買個果汁 果汁就做了生意了 就像我所說 今天只有零下三度 因為沒有風 只要穿了足夠的衣服 一點都不冷 挺舒服 但是如果有風的話 就不行了 說耳朵冷到會脫掉 那你戴上帽子就沒問題了 今天真是一流 零下三度 喝完咖啡天都黑了 那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視頻 多謝收看 記得給個like 訂閱和留言 下次見啦 拜拜